在德国的丢塞尔多夫举办 也是在德国嘛 就是波尔也是这个在主场作战 很多更多的观众 路塞尔多夫俱乐部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乒乓球俱乐部 这个小城呢非常的漂亮 不是场场去打 就后边关键比赛让他出场一下 在这场比赛之前 可能关宁和刘诗文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是落后的情况下 9比10落后 最后反败为制被克制住了 那么最后呢是中国队 丁宁和刘诗文是四比领取的胜利 平远梅宇呢受人关注 主要是在这个 漂亮 漂亮 这球是个经典的球 是的 谭柔你认为 波尔来说他就是一个特点也是 而在近几年呢 中国平常联赛的举行啊 也也把这个殊荣夺了回来 在这边有德国的这个各个俱乐部 漂亮 啊这个 波尔把球拉起来 波尔就站进台就两边 小T 现在洗心发球 波尔接发球 这样马龙和波尔 这个都是满很多人 波尔发球 反正东西发球 调打 许昕这个调打很厉害 这也是纸板的优势 别人一拉手 你上面有一层油呢 就打滑 是的 调打 啊 现在马龙发球 许昕接发球 波尔调打 浩啊 他从08年开始的时候 这个他们就是 打完比赛赢球的这种竞力 包括樊正东 后来者 他们打完比赛 看电视上竞力 这种感觉真的 感觉给我 身高必长 又是纸板 所以他做这个动作 一般人可能模仿出来很难 你觉得这指的是哪方面 它主要是 短球的处理 和这个每个球的 就是说 它有时候弧线 跟波尔这个 刚才我看的激战术 应该是变动一下 不应该去 再去主动的摆断 应该形容相持 因为波尔的站在进台 为什么掉压着 你说哪更是这样 主动的批许昕的正手 就是怎么把这个 先防进攻 你不要被动的防守 你要主动的去防守 你看 这个线路有点打得太死了 所谓打得太死 就是 马龙和波尔的这对组合 从2015年开始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 两个人就不顺 就是反正东和曲线 对 一定要从正手位突破 不管你什么球 这种球 没什么意义 这种球 好的 这个波尔这个快搓 搓的质量很高 这样它的注意力 就比较分散 对 打对方的不足 切得漂亮 反正东这个反手拧拉 你发同样的70%的下旋 别人可能这种拧拉 速度和力量没那么快 反正东就能做到 这个时候 上次在第二轮碰到了 许昕和张立科 现在是第三轮碰到了 许昕和反正东 这个球是拉的不好 拉这种侧身 好的 逆旋转 阳东的这把反手 非常的漂亮 马笔石 马龙接发球 坏了 波尔又是在小球上 现在许昕发球 波尔接发球 漂亮 其实第一局的时候 他们该赢的 就是没处理好 现在波尔打许昕的球的时候 接许昕的时候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三局比赛中 2比1领监 接马龙球 你看现在是等于 接马龙的球 你看波尔下行球的起动 其实大家更多的观众 99%都观看这场比赛 就现场观众 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你看马龙 因为他技术全面 也喜欢相似 你看贴着 你看这种球 这个波尔 衔接特别慢 现在波尔发球 凡正东接发球 你像他们这个凡正东 许昕他们来这比赛 因为语言上本身也沟通不了 跳大 你看马龙的发球 贴着网的时候 但是他平时训练要求 搭不到 波尔接发球 满了 其实这时候对凡正东来说 别摆短 拧拉失误了 你看许昕发球 你没有那个要求 你根本就做不到 这时候怪了 凡正东接发球 结果许昕又是侧身调打 都是两条斜线 没有直线 现在波尔发球 血腥接发球 马龙你就打两条直线 马龙就跟波尔说 我也打两条直线 你看全息 你看 是这种球 你两条直线是相当 马龙接发球 漂亮 你就是两条直线 你就能得分 反正肯定是斜线 掉波尔正手 坏了 你看 这球你就反准一个直线 这种意识还是差一些 直线 直线 坏了 坏了 我一看到就坏了 波尔接发球 这也是个特点 其实这个打了最后 现在波尔发球 拉起来 对了 对 好的 又一个 你看看 现在这种球 俩了 很明显 高球放高球打 所以你感觉球不动 以前那个小球的时候 你一拍过去 呼就冲过来了 你看现在球打过去 感觉就停在那了 嗯 就停在那了 所以这就是以前的球 他回合多了 观赏性高 直线 哎呦 你看 曲奇又想测射了 拉上就赢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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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许新做个手势由樊振东发球 下旋球 就是短球下旋 波尔拉起来 你看这种就是王浩 马林这些车身都不错 防不胜防啊 曲奇发球逆旋转 漂亮 马龙越反手越反拉 时候就无比赛的时候 他再回去丢手都不 漂亮 这样的马龙和波尔 现在是十比八落后 看看这一局有没有机会 太表性了 不在于你球好坏 嗯 好的 再来一个 坚持 这样 许新和樊振东 最终是以四比一 在第三轮 淘汰了波尔和马龙的组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